乌军公开了击毁中国造的全地形越野车 反而证明俄军干对了 虽然中国一再表示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劝和促谈 不向任何一方出口军事物资 但是中国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中国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 被两国军队用于战场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生产的多悬域民用无人机 被俄乌双方大量使用 前段时间普京高调的视察了俄军南方总部 参观了一些俄军最新的装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小型高机动的全地形越野车 这种车很快就被网友认出来是来自中国的民用车辆 或者就是农用的越野车辆 这款车辆就是沙漠穿越一千形越野车 近日乌克兰发布的视频显示 在蒂涅伯河左岸的激烈弹动中 两辆俄军的全地形车被击毁 根据视频的说明 拍摄地点在克林基村附近 它位于蒂涅伯河半 是乌克兰建立的左岸桥头堡的重点区域 通过图片对比后 人们不难发现这两辆车正是中国制造的 沙漠穿越一千杠三型全地形车 这也是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 几乎没有装甲防护的民用车辆的信号 据报道俄军目前已经获得了537辆 沙漠穿越三千型越野车 而且正在计划再采购1500辆 其基础型的售价约合12.6万人民币 定制版的采购价贵一点 也不过是16.7万元人民币 该型车辆进口自中国一家专门研制 各种民用全地形越野车的公司 北京冬奥会也采用过他们研制的产品 这款全地形车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它占据了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 20%以上的份额 即使是在美国和欧洲 也有不少的用户 仅从性能上看 这种车就是一种四乘四的小型全地形越野车 它配备有一台85马力的汽油发动机 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 涉水深度为0.4米 理论续航可达250公里 该车的后面还有个货斗 可以装货 当然也可以在上面安装一挺机枪 这种车的总重为1600公斤 负载能力为550公斤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俄罗斯军队为何要使用一种 几乎没有战场防御能力的 民用全地形车呢 这反而证明 他们干对了 首先 俄罗斯战场所面临的最后几公里 或者是十几公里的后勤补给 相当困难 而这正好是全地形车 发挥特长的时候 在俄乌交战的大多数区域 几乎都是一马平川 经常出现泥泥的地面 因此双方不得不依据战壕来稳定防线 因此如何向前方一线部队运送生活物资和武器弹药就变得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你出动装甲车运送货物会非常危险 你出动大卡车 目标又太大 很容易被干掉 而且俄军需要补给的据点也非常多 需要这些车辆有更好的通过能力 而这种中国生产的民用四乘四全地形车 一次负载五百五十公斤 其续航里程也完全能够满足需要 正好可以更加灵活的向各个补给点运送物资 民用四乘四全地形车还有一大用途 那就是它可以装载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 正好是一辆车可以拉一套无人机的发射模块 第二全地形车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 同时它还有非常强的越野能力 其越野能力甚至超过了装甲车和坦克 是一种在战场上消耗得起的运输平台 对俄乌双方来说 能够找到一种在战场上用得起 用得好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乌克兰方面一个月要损失上万架无人机 为什么他们还乐此不疲呢 就是因为他们损失了起 一架多旋用无人机才多少钱 你干掉一辆主弹坦克又是多少钱 这种民用平台也是如此 如果只用于后勤补给和物资运输 那么其实它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其他的军用车辆 最后引进民用车辆几乎不受各国政策的影响 也不会受西方制裁的影响 这一点非常重要 俄司军队使用民用车辆当运输工具 西方是找不到任何制裁理由的 唯一能够应对的就是让乌克兰军队也使用这样的平台 以增加其前线补给的稳定性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当然是有生意就做 我们对此一视同仁 总体而言 在一场大规模的消耗弹中 不是你的武器越高端越好 而是越实用越好 辆大便宜 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中国十来万一辆的全地形车 对俄双方来讲 真的很像 乌克兰与其炒作其战果的图片 视频 还不如想方设法自己掩埋几辆来用用